複雜議員 報訴委員會現在繼續開會處理臨時提案 每位委員發言時間一分鐘 首先請省智慧委員 省委員不在 本案暫不予處理 接著請林奕華委員 委員林英華等十一人臨時提案 有鑑於我國將五月一日國際勞動節定為勞動節 以彰顯勞動的價值及勞工對社會之貢獻 利益良善卻美中不足 長久以來僅以紀念日及節日施施辦法 以行政命令規定 只適用勞基法之勞工得以放假 將所有勞動者切割為勞工與軍公教 忽略各類職業類別 其實勞動本質與價值並無差異 放假與否不可成為勞工身份的判准 而應回歸勞動節的真正意涵 為使我國勞動人權向上提升 應將勞動節定為國定假日 原此 建請內政部於一個月內 延議修正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 將勞動節勞工放假修正為放假一日 並於今年開始實施 是否有當 請公決案 本院委員林毅華等十億人提案 做如下決議 喊請行政院延處 請務院會有意義 沒有意義通過 接著請江啟成委員 江委員不在 本案暫不予處理 接著請蔣乃馨委員 江委員不在 本案暫不予處理 接著請李彥秀委員 李委員不在 本案暫不予處理 接著請羅明彩委員 羅委員不在 本案暫不予處理 接著請陳學勝委員 主席本會同仁大家好 本院委員陳學勝等十億人 鑑於內政部預計在明年十月 要全面換發數位身份識別證 原本站在辯民跟善用科技的立場 這是利益良好的事情 但是據國發會主委陳美玲 還有內政部長徐國勇表示 新的身份證上面 國旗將會消失 這個宣示讓整個社會 不僅不解 而且非常多的不滿 我們不了解為什麼好好的身份證上面有國旗的事情 卻在新的身份證上面要讓國旗消失 尤其當台灣現在內部因為認同而產生更多紛擾的時候 身份證上面有國旗 是可以讓整個國家有更大的團結力量 所以在這裡 我鄭重地呼籲民進黨政府要懸崖勒馬 一定要在新的身份證上面保有國旗 這件事情一定要做到 是否有當 賤請公爵 以上謝謝 本院委員 本院委員陳學勝等十一人提案 做如下決議 含請行政院延處 請務院會有異議 沒有異議 通過 接著請葉宜金委員 主席 主席 各位同仁 本席葉宜金及二十四位委員提案 目前嘉義高鐵站的聯外道路往北到嘉義新港 雲林北港都非常的順暢 但是往南到台南到大興營區 本席及交通委員會多次考察 提出台三十七線高鐵橋下側側道 延伸到新營的可行性評估 提出建議 倘若能夠完成這一條路線 未來將大幅改善台南大興營地區民眾往來高鐵站之便利性 而且可以促進沿線地區的發展 特別見請交通部將台三十七線高鐵橋下聯外道路 側側到延伸到新營的計畫 作為優先建設計畫 盡速辦理相關評估 本院委員葉宜金等二十四人提案 做如下決議 含請行政院原署請問議員會有意義 沒有意義 通過報議員會臨時提案軍禮處理完畢 現在上會 發展要選擇 謝謝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